大家好 大家都很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有人叫他不是人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看下他的八字 看有什么信息 因为如果是某种情况下 那么他的八字中应该有些凶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些信息体现出来 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不知道时辰就不要 不知道 那一看到他这个八字叫做金水相生 就这种人很活到 很滑头 真是相生 那理论上来说 有人家会说金白水清 就很纯粹 就是也狡猾 因为金水多的人叫狡猾 比较滑头 比较聪明 也一个人狡猾 对吧 比较聪明也是狡猾 这种人 那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 他这个八字来说 那就金水 很多的话 那这种人一般是文人 文人 但他能够做到一个小小的官 那么他一般来说 他应该有木火 因为火为官星 他才能做官 要不然他就是一个文人 就是那种很纯粹的文人 他有了官星之后 那么这个人就不够 不是很纯粹的 不是很纯粹的 就不是很纯粹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发现 他现在2018年开始走的 就是这个木火大运 丁毛 木火大运 但是跟叶祖是天冲地冲 鬼丁冲 毛有冲 我们叫冲堤大运 冲堤大运 冲堤大运 那这样的话 我 就像刚刚说 那个 说那个伊朗总统的 那个 那个八字样 就是你看到 叫相冲的 那你就会发现 只要这些年份 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特殊的年份出来了 几个例子 去年 鬼毛年 那么就引发了这个冲 那么去年对他来说 肯定变动大嘛 人家选上了嘛 对吧 这是一点 但是 其实也是有危险的年份的 例如说健康上啊 什么之类 是要小心的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看下来 你看 今年假成 假成年 看脏季 我们虽然不知道时辰了 看脏季没有什么大事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暗示着我们今年 对吧 就那个 那我们再看看 以四年明年 以四年感觉也不像 很明显有大事 对吧 也不像 所以现在 哎呀 我以前小长 哎呀 那还要等多一年 那看看这一年 这一年呢 你说很大吗 官杀混杂 官杀混杂 毛五破 你说很大吗 五有绝 我不敢说 这个我不敢说 这一年我不敢说 一定 也一定有 还是一定无 我不敢说 那么就到了这一年 2027年丁卫年 那丁卫年就比较麻烦了他 是这样的 鬼丁不是冲吗 鬼丁冲吗 亥 毛 卫 山后 木 木就冲这个 有金 那所以就说 2027 丁卫年 这一年我不敢说 这一年可能 对他来说 比较危险的年份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那一年其实他可能 就是选不上了嘛 对吧 因为他是四年的嘛 可能是下马 也可能是 那个东西 对吧 那个事情 2027年 那这几年感觉 前面三年感觉不太像 就感觉 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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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